简单的配方,简单的做法 我对这个咸咸面包的味道很喜欢 简单的生活,简单的食物 有面粉,水,盐都可以做到的 快速的食谱啊 温牛奶200毫升加200毫升的温水 加20克的白砂糖加6克的速发酵母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白糖和酵母粉充分溶解 100毫升的植物油和6克的食用盐 也倒入盆内 搅拌搅拌 600克的面粉用滤网筛系 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 再用手揉搓成面团 揉到面部粘手为止 在盘中呢,涂抹一层食用油 把揉好的面团放入里面 盖上盖子或覆盖保鲜膜 发酵40分钟 没有发酵箱 可以用热水对盘子进行加热 可以加快它的发酵案 发酵好的面团先排空里面的空气 我是因为烤箱小,分成了10份 一份呢,大概90克的面剂子 用手揉搓成圆团形 覆盖棉部 防止表皮干裂 静置10分钟 醒好的面团 用手按压成圆柄状 涂抹5克的黄油 用手边涂抹 边展开面团 然后对着一下两边 再一头卷成圆柱状 放一旁 10个面团都重复上面的做法 再覆盖棉部 醒面10分钟 10分钟到了 再润滑的表面 划开3个口子 用蛋黄液涂抹表面 把涂抹好的面团 放在烤盘上面 烤箱呢,先预热190度 然后把面包配放入烤箱中 时间设置30到35分钟 烤至表皮金黄 它烤好后呢 里面像棉花一样的柔软 必须要尝一下 非常的美味啊 喜欢豆豆的视频 请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